苹果园里突然出现大馒头 几天后大馒头又接二连三地出现 究竟这些物体是什么 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苹果园里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苹果地理的大馒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做《有趣的植物》 我当时就对几种植物特别感兴趣 一种叫做西谷椰子 好像是一种棕榈树一样 据说在东南亚一带的一些岛上有 人们把它砍倒之后 把里面的淀粉弄出来 就可以做成像大米一样的 蒸出来特别好吃 还有种面包树 面包树在树干上会结出一个一个大果子来 就有点像菠萝蜜一样 当地人说拿火烤一烤吃 比面包还要香 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有 后来发现真的有 可惜我们国内好像很少能够见到 但是我们这回在某地的一个苹果园子里头 发现了挺奇怪的东西 苹果的园子就是长苹果 人家这个苹果地里头居然是长馒头 2010年7月10日 山东省莱州市万家村的果农吴妙云家的苹果园里 来了几个陌生人 他们在果园里寻寻觅觅 不知道在找些什么 果园里绿绿的苹果挂满了枝头 预示着今年将是一个丰收年 然而这些人似乎并不是冲着苹果来的 那么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终于当他们走到果园深处的时候 一个白白圆圆的东西突然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它恰巧长在了两台苹果树中央的空地上 在绿色的果树下显得格外显眼 当时看的话 以为是一只小白兔爬在地里边的 它的水比较白的 静静的在那个位置的 而且它那个头前面那块的话 还微微窄一点 后中间微微大一点的 然后像东侧里有点果 李光武和秦娜 都是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的教师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 为了这个白白嫩嫩的东西 从事果园研究这么多年 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不过吴妙云说这不算什么 因为在这之前 在他的园子里 还出现过两个更稀奇的东西 究竟吴妙云说的是什么呢 它都开花了 这么两个都开的花 它躺着晃 就像一个大手套 他手套开了花 就是裂了这些 为了开花 吴妙云的画 让大家感到更加新奇 他口中的像树桃一样 开了花的东西 究竟长得什么样 他们跟这个白球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他们会先后出现在 吴妙云的苹果园里 事情还要从一个多月前说起 2010年6月12日 雨过天晴 吴妙云像往常一样一大早 就到自家的果园里去给果树除草 这个季节 苹果很快就要成熟了 吴妙云想 为苹果们多做些什么 等苹果成熟了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想着想着 他的心中充满了喜悦 突然一个像馒头一样的东西 出现在了面前 他摆得那么显眼 一下子就吸引了吴妙云的眼球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怕有毒 怕有毒的东西 没敢怪他 就怕是有毒 里头头来 老人都说 底下有射弹 一些什么毒 我就没敢怪 这样的白球 在果园里一共有两个 吴妙云怎么看都像是两个大馒头 不过 庄家人有个观点就是 不认识的东西不能随便动 于是 他只是蹲在一边 好奇地看着 而没有去碰它 而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东西还会长个儿 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越长越大 终于有一天 两个白球的顶部都开裂了 变成了一个大寿桃 和一朵白莲花 哎哟 你个背的挺挺好看 要不然我就挺欣欣 我就说你快回来 你看这 然后什么东西 我也没看见过 他们就 这个 都跑来看 哎哟 可不然从从调背 开了一个花 里边就 装破 崩了 里边也是背的 大家你一句 我一句地说着 谁也说不清 这是个什么 于是 他们想到了 电视台的热线电话 2010年6月28日中午 来周台民生视线的记者 王沛瑶正在办公室值班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做了十年电视节目 王沛瑶却想象不出 到底电话里描述的是 什么样的东西 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一个个场景迅速 在他头脑中过滤 你发现发现 是装什么样 装的就是喝馒头一样 瓢背 几个你共装 菜发现是两个 都是背色的 都装崩着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其他人也没见过 都没见过 王沛瑶记录下了这一切 两个雪白的足球大小的东西 就是吴妙云口中所说的大寿陶和白莲花 它们白得那么纯 看上去有点像泡沫塑料所制作成的工艺品 非常漂亮 由于不知道这两个东西究竟是什么 没有人敢去动它 大家只是在旁边看着 议论着 看着白莲花上 有两束黄黄的液体 黄沛瑶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就想去年的时候 然后在海上变到一个 也是一个不明物体 后边猜测是太岁 所以我就说 这会不是这种太岁呢 常见的太岁 有的长得像团肥肉一样 有的长得硬邦邦的像块石头 有的红色 有的黄色 但是似乎都和眼前这个馒头 长得并不一样 不过太岁确实生活于土壤中 是自然界非常稀有的 大型棉细菌复合体 俗称肉灵脂 民间传说 太岁泡水可以治病 这就是王佩瑶所说的 从海上捞起来的不明物 专家鉴定这是太岁 看上去 太岁似乎总在躺住 黏糊糊的液体 而眼前这个白莲花 也分泌出液体 它真的与太岁有关系吗 王佩瑶的话 可是让大家慌了手脚 我应该不懂 什么叫太岁 我应该知道 什么叫太岁也不懂 这人也说太岁头 不能动土吗 可不可以害怕的 人不敢管这个东西 吴妙云并不知道 太岁是什么 只是听说过 太岁头上不能动土 因此在他看来 这不是个好东西 不能轻易动弹 以免引起祸端 可是神秘物是长在过园里 过园的土 怎么能不动呢 这可愁坏了吴妙云 只能先看看再说了 您看人家这苹果地种的 那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 都能长出这样 像大馒头一样的东西 我们说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看看它 真是越看越是喜欢 你看外面除了有这么点土渣子之外 真白 而且咱们过去不是老说 我们自己家蒸馒头 谁家馒头蒸的好 这个面发的狠了 这蒸出来开花馒头都裂开 里头都是能够看到里面这个样子 你看白白的真好 但是好是好 可是这东西对人家吴大姐来说 就不是什么好事 为什么呢 人家这种苹果是卖苹果 你想这地里长出这么奇怪的东西 对人家好像不是什么太好的事 你看来咱们再喜欢它 咱们也不能拿馒头来称呼它 必须得找出它到底是什么 大家可以一块来猜一猜 在地下长出来的这种奇怪东西 会是什么呢 之后的几天 吴妙云就像中了魔似的 没事就挨到地里来转转 看是否能有什么新的发现 可是却一无所获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 一场大雨之后 吴妙云和儿子再次来到地里 突然他们发现 还是在他们的果树下面 又静静地躺着一个馒头一样的东西 仿佛是从天而降 想想到它 它可以很少这东西 真不知道怎么弄 就地了 旁边地了都没有 就我地了 按下这个地了 原来 这片果园并不都是属于吴妙云家 只有中间这三排是他种的 周围的苹果树则是邻居家所有 可每次长东西都偏偏长在他的这三排地里 这使他更加感到奇怪了 远近的邻居们也都接二连三赶过来看 有人觉得这是个不祥物 有人却觉得这么稀少的东西应该是个宝贝 为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总是会在自己家地里长出来 不光是吴妙云和邻居感到费解 电视台的记者王沛瑶也同样是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究竟这些神秘物是太岁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自己能不能帮吴妙云解开谜团呢 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 以前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这个沐瓶那边 然后就在花生地里 也不是在什么地里 然后就出现过一个小的东西 然后也是挺奇怪的 后边他们是找到那个农大专家 然后给解释的 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这么大 然后农大的专家会不会也认识呢 原来两年前在距离来州不远的烟台木屏 一片花生地里曾经接连不断长出数十个雪白的鸡蛋一样的东西 当时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到达花生地 并最终确定了花生地里长出怪蛋的原因 王沛瑶立刻联系了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的专家 李光武和秦娜老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感到很奇怪 于是他们跟随王沛瑶来到了吴妙云的火园 走到眼前一看的话确实从土里边长出来 因为它也不动啊 然后慢慢看到底下的话 还好像立位带点根子从土里边出来的 馒头竟然是从地下长出来的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偏偏长在这里 他们好奇地向吴妙云询问着 当他们听说这个馒头还能长个时 他们拿出一把尺子来 量量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长个 能长多快 当大家第二天上午再次来到这个果园的时候 他们远远遗忘就能感觉出来 馒头真的长大了不少 11.5点 昨天这个是9 这块长出来两厘米 平均都长了两厘米 昨天6点 昨天晚上7点 咱懂什么 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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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个小时 14个小时 张亮公开 从我们到天间这两天的调查 有这14个小时 他就能长出一公分到两公分的大小 不管是总经还是横经 讲的还是比较快的 这一许讲这么大 这一许讲了这么多 看得着 看着眼前这个迅速增长的大馒头 李光武和秦娜的心里似乎有了一个猜想 难道他们已经判断出这个馒头是什么了吗 我们说根据它增长速度 根据它的形状吧 我们判断它是一种马驳 首先要确定 这是不是马驳 李光武必须将这个馒头带回实验室进行鉴定 看到在自己院子里待了好几天的东西要被带走 吴妙云还真有点舍不得 究竟什么是马驳呢 为什么会出现在吴妙云家的果园里呢 秦老师说其实在山上马驳是一种很常见的东西 我们小时间经常就上山啊 不小心就是伤口划个伤口破了 当时没有现在这些穿可贴这些工具的 然后我们父母就教我们吧 踩一个马驳 那个马驳是深色的马驳 因为是成熟气的马驳 然后把那个粉撒到伤口上面 很快就可以自助血的 如果大馒头真的是马驳 那么这个已经变了颜色的馒头 就是秦老师所说的成熟气的马驳 民间马驳被用来止血 在伤口很小流血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都可以依靠马驳来快速止血 这个馒头真的能有止血的功效吗 这两只鸡的翅膀出现了轻微的流血现象 抹上馒头粉末的鸡翅膀很快就停止了流血 从这个实验来看 大馒头很符合马驳的特性 不过仅凭这个还不足以证明它是马驳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检测方法呢 为了进一步看呢 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鞋味精 再看一下它的包子 原来马驳是一种蛋子菌 它的特征之一是产生蛋包子 检验有没有蛋包子就是要判断它是不是蛋子菌 真菌的包子相当于高等植物的种子 在显微镜中出现了圆圆的小黑点 李老师说这就是蛋包子 大馒头被李老师在实验室中培养了起来 十天后它的直径足足长了一倍 根据这些实验结果 李老师判断大馒头的确是马驳 蛋子菌中不少种是可供人们食用的大型真菌 比如金针菇 草菇 香菇 猴头竹孙和松茸等 另外 还有我们习惯上作为要用的大型真菌 如菱芝 芙苓 冬虫夏草等 可是 既然是菌类 为什么有的变成了寿桃 有的则变成了莲花呢 通过马驳的话 它的生长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越长越远的 长到最后的话 它都变得比较轻 特别远的 上面就感觉是特别 那个表皮道就感觉是特别薄的表皮 很容易裂开那表皮的 马驳生长到一定程度 如果温度 湿度都合适 就会继续生长 直到撑破表皮发生破裂 根据马驳表皮开裂程度不同 就变成各种形状 以至于被人们看成了兽桃和莲花 我在几年前去拍一个植物保护的节目 当时我就在一个西树草原上的一块草地头 发现了一个跟个体差不多大的 这么大的一个很黄的颜色的东西 当时跟我一块去的中科院植物所 蒋高明老师就说 你运气挺好 我说什么东西 它这是马粪包 我说马粪包是什么 它这个土名叫马粪包 真名叫马钵 这个东西入药可以清烟沥沸 同时它又是一个止血的好药 结果节目当中我看到这个 这个怎么会跟我见到的马粪是一样呢 后来在查资料之后发现 这个还是长得嫩的时候 等它长到一定比较老的程度之后 它自然也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同时这个马粪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成熟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有些个体的马粪或者种类的马粪 它会往外喷这个包子 像烟雾一样据说这还具有一定的刺激性 甚至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印第安人 拿它来打击入侵的殖民者的故事 当然这个事情不知道可考不可考 总而言之 马粪确实是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军类 但是马粪怎么会长到人家的苹果地里来了呢 吴妙云知道自己家长出的这些稀罕物原来是一种军类 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它悄悄地把一个已经成熟了的马粪收了起来 它想也许将来伤到手脚 这个马粪还能派上弄场了 不过奇怪的是 菌类生长的环境一般都很特殊 比如林芝通常生长在腐烂的树木上 东虫下草是一种从昆虫体内生长出来的菌类植物 竹孙则通常生长在竹林之中 而马粪一般情况下都生长在山上和草地上 可是在果园里为什么会长出马粪来呢 原来来州一山傍海山上树木丛生 马粪成熟后的孢子就会被弹射出来 飘向四面八方进行繁殖 此时期呢 它刚才秤树的时候 里边就产生了孢子 这个孢子呢 就是相当于这个静云的孢子 就相当于高等质物的种子一样 它就可以往外散方传播 而正好孢子随风飘到了吴妙云家所在的苹果地里 可是为什么果园里别处不长 偏偏就只出在吴妙云家的三排苹果树底下呢 是巧合还是这其中另有原因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两位专家再次来到了吴妙云的果园 三排苹果园就使这个肺疗都要使用什么肺疗呢 就是竹粪多了 竹粪念了四分都是在九月份 特别合理 对舒适特别好 对果园比较好 这个果园的这个立地条件呢 和它腔粘的使用的这个肺疗的总是有关系 像它的果园呢 我们问这个果园来看呢 它腔用的就是猪粉 就是油肌粉比较多 油肌粉多了呢 就是这个果园的油肌几下量比较高 它就喜合于这些腐生群里的生长 猪粉为马婆包子萌发提供了很好的肥调 于是它们从吴妙云的苹果树下长了出来 马婆的种类很多 有像鸡蛋大小的小马婆 也有直径一米左右的大马婆 自然界中很多蘑菇都是有毒的 可是马婆通常情况下 却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菌类 它营养如此丰富 会不会将苹果所需要的营养吸取走 从而影响苹果生长呢 马婆菌呢 它是利用土洋当中的那些腐兰的油肌脂 靠这些吸取它自身所需要的养分来进行生长的 所以它不会引起果树更不隐害 毫无疑问 吴妙云家的苹果可以茁壮成长 不管怎么说 吴妙云家的苹果都会照常收获卖个好价钱 李老师说 他家的苹果可真是高营养的绿色食品呢 肯定好吃 这下吴妙云是彻底放心了 而新的念头又在他心中升起 要是能大面积种植马薄 那可能比种苹果还要赚钱 他期待着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这真是啊 天下之大 无期不游 你说这东西怎么就长到吴大姐的家里来了呢 我们导演也说了 你周围那么多排苹果地啊 就这三排有 这事呢 确实是挺稀销的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咱们搞明白了 这个东西既不是大馒头也不是大莲花 它就是一种菌类叫做马薄菌 我们还查了一下呢 这个马薄菌呢 有什么脱皮马薄 我刚开始说的 我遇见的那种呢 它就是属于脱皮马薄当中的一种 还有呢 大马薄 还有什么紫衣马薄 总而言之呢 这个菌类的种类的 还是比较多的 但至于说 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哪一种 目前呢 还在进一步的鉴定当中 但毫无疑问 它对人体是没有丝毫的害处的 至于说今后呢 能不能鉴定出来它是哪一种 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尽快的得到答案 甭管怎么说吧 现在吴大姐的苹果啊 吴大姐自己也可以尝出一口气的 她的苹果还真的是好 因为专家说了 正是因为她用的肥料好 这个地方呢 才能长出这样的大馒头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请您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他们是青海湖中唯一的生灵 在不可能生存的地方繁衍生气 他们在最安逸的季节 走进最艰难的旅程 去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他们的消亡将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 他们又能否被拯救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圣湖精灵